海洋中有种类繁多、数量庞大的硅藻类植物,被称为海洋中的草原。 它们创造了地球上70%的氧气,是地球生命的真正摇篮。 科学研究发现,硅藻经过亿万年沉寂而形成的硅藻矿物,主要成分为蛋白石,是一种纳米级的多孔材料,孔吸率高达90%以上。 具备其他原材料无法比拟的呼吸性、吸附性、保湿性等功能,可以吸附有毒有害气体,吸附能力超出了活性碳数千倍。 经过精加工,该位矿物制品已被广泛应用于美容、医疗、食品添加剂等众多领域。 华沙牌硅藻泥以硅藻土为主要原料,通过纳米级的光畜酶及其他材料科学配置而成。 是绿色环保的功能型内墙试面产品,具有多孔和独特的分子筛结构,能够快速吸收并分解室内甲醛等有害气体。 兼具净化空气、释放护氧离子、呼吸调湿、防火阻燃、防酶抗菌、自解保心、吸阴降噪、手工降液等多种功效。 施工过程中不产生有害物质及异味,24小时干透后即可入住。 这些优势是传统乳胶期和壁纸无法比拟的。 归枣尼施工流程主要分为 施工准备 涂抹打底 机理图案制作 收光 接下来我们逐一介绍 准备工作 一、对墙面基底进行检查与预处理。 为了防止一些墙壁的基底向外渗漏污渍,要仔细观察空谷、裂纹等情况。 墙面部平整处需进行清除。 二、基层施工无需涂刷乳胶期。 刮涂两边墙体逆子,涂刷界面剂。 干透后即可进行施工。 三、施工前需提前做好防护工作。 首先使用美纹纸沿墙底边缘紧密粘贴,确保施工区域周边不被污染。 其次,用美纹纸将插座面板严密包裹。 地面可用塑料布、报纸等沿墙角铺贴,防止施工中材料低落,影响整洁。 根据特殊花式的造型需要,再用美纹纸在墙体上拼贴出图形轮廓。 四、材料搅拌。 在搅拌容器中加入施工用水量90%的清水。 加入硅枣泥干粉,用高速电动搅拌机搅拌约5至10分钟。 剩余10%清水,调节粘稠度,充分搅拌至均匀。 涂抹打底工具一般需进行两遍。 第一遍,将搅拌好的硅枣泥均匀涂抹在墙体上。 涂层厚度约1至1.5毫米。 完成后10至20分钟。 根据现场干湿度而定。 表面补水光不粘手时,方可进行下一步骤。 第二遍,涂抹打底的厚度与激励施工时间, 根据不同花形样式的需求而定。 其涂层厚度与干燥时间均有不同。 我们会在后面的激励图案制作实例中详细说明。 激励制作是硅枣泥施工中最为关键的步骤。 需根据现场整体环境及设计风格, 确定要制作的激励样式、艺术效果及颜色搭配。 同时要注意选择适当的制作工具、手法、力度等。 并根据现场干湿情况, 掌握干燥时间依工法操作。 制作完激励图案后, 用收光抹刀沿纹理方向压实收光。 抹刀与墙面呈15至20度夹角。 揭查处要格外仔细。 收光之后,去除保护边缘及墙面的美纹纸。 清理地面垃圾即可收工。 灰枣泥的艺术表现形式一般分为三类, 即手工机理、丝网印花和弹图及时贴三种做法。 手工机理的施工方法是指使用各种工具, 手工制作出自然景物或抽象的图案样式, 如木纹、布翼等。 风格自然淳朴、简洁大气、反谱归真。 随着客户需求的个性化、多样化, 灰枣泥施工借助壁纸漆的模具——丝网密。 该类模具花式繁多, 极大限度地丰富了图案、种类与样式。 目前归枣泥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, 是将即时贴与弹图施工进行结合。 具有花式组合、灵活多样、施工简便快捷等特点。 下面详细介绍一些激励图案的施工方法。 土轮 第一遍涂抹打底,整体抹平即可。 按照自右而左、自上而下的顺序进行。 涂抹厚度大约1至1.5毫米, 以泥料中的石英砂微漏为夷。 大约10-20分钟后, 墙体表面无水光、 互粘手时进行第二遍涂抹。 涂抹顺序,厚度与第一遍相同。 涂抹第二遍后约10-20分钟, 表面无水光、互粘手时方可施工激励图案。 用硬泡沫在表面360度化圆。 通过泡沫带动石英砂画出圆形细纹。 打圆时要注意确保机理圆润, 兼具对称美观。 土轮直径依客户要求及墙面实际情况确定。 最后进行收光。 墙面没有明显水光, 不粘手时, 用收光抹刀沿纹理方向进行涂鸦。 力度要适中, 切记不可随意方向收光, 以免影响激励效果。 拟丝不易。 涂抹打底需进行两遍。 涂抹顺序、厚度等要求, 与土轮施工方法相同。 涂抹第二遍后约10-20分钟, 表面无水光, 不粘手时, 方可施工机理。 用硬泡沫自左而右在墙体表面滑动。 通过泡沫带动石阴沙拉出丝痕。 长度一般在4-6厘米为宜。 为确保整体效果, 丝痕需均匀地分布在墙体表面。 在拟丝图案的横向丝痕基础上, 再增加竖向拉纹, 让横丝与竖丝垂直交错, 呈现布衣机理效果。 拟丝与布衣均需在表面没有明显水光, 不粘手时进行收光工序。 用收光抹刀沿纹理方向进行涂鸦即可。 思绪。 涂抹打底需进行两变。 涂抹顺序、厚度等要求, 与吐轮施工方法相同。 两变打底后约20分钟, 表面无水光不粘手时进行激励施工。 用硬泡沫自上而下或自左之右, 擦出不规则的S状或C状丝痕。 表面没有明显水光, 不粘手时即可压实收光。 力度适中, 用收光抹刀沿纹理方向进行涂鸦。 树皮。 只需进行一变涂抹打底, 整体抹平即可。 涂抹顺序、厚度与吐轮相同。 约10到20分钟, 表面无水光不粘手时进行激励图案施工。 用硬泡沫沾取少量泥料, 在墙面从左至右不规则不等间距的涂抹, 使墙底表面出现宽窄不同深浅不一的花纹。 在墙底表面无水光不粘手时进行收光。 用收光抹刀沿纹理方向涂鸦。 可适当修补细节。 滚花如松。 涂抹打底需进行两变。 涂抹顺序、厚度等要求, 与吐轮施工方法相同。 第二遍涂抹打底后, 立即用光面滚筒在泥料表面滚刷, 拉出不规则滚花造型。 反复滚刷直至出现满溢的波浪效果为止。 无需收光。 在滚花激励图案的基础上, 稍等10到20分钟。 墙面无水光不粘手时, 用收光抹刀沿滚花方向进行涂鸦。 收光后,成品效果即为如松图案。 水纹。 只需进行一变涂抹打底。 整体抹平即可。 涂抹顺序、厚度与吐轮相同。 涂抹打底后, 立即用硬毛刷刷出水流波纹。 无需收光。 砖液。 首先,使用浅色泥料进行涂抹打底。 将墙面整体抹平,厚度约1至1.5毫米。 待墙面干燥后,用美纹纸贴出砖液效果。 根据客户实际需求,可拼贴相同规格的砖型、不同规格砖型以及一型组合砖等效果。 造型拼贴完成后,将硅枣泥厚厚地披涂在美纹纸上。 然后再逐渐将其抹薄。 待表面干燥后,进行砖纹制作。 用硬泡沫拉出横向丝痕。 最后,进行收光工序。 用收光抹刀沿纹理方向压实。 收光后,接下美纹纸。 专益效果及时呈现。 如意。 涂抹打底后,直接用硬泡沫连续不停地画半圆图案。 横向操作时不可中断。 干燥后,收光即可。 涂纹。 涂抹打底需进行两遍。 涂抹顺序、厚度等要求与吐轮施工方法相同。 第二遍涂抹打底后,无需等待。 用锯齿挂板或锯齿抹刀在泥料上刮出花纹。 制作机理时需注意。 花纹横平竖直。 横竖桃纹均匀充实,富有立体感。 制作后,无需收光。 拉毛。 使用拉毛滚,蘸取泥料在墙体滚刷。 拉出凸起机理即可。 无需收光。 善意。 只需进行一遍涂抹打底。 整体抹平即可。 涂抹顺序、厚度与吐轮相同。 用抹刀占取少量凝料,在墙体涂抹出扇形纹理即可。 无需收光。 唇涂抹打底。 涂抹打底需进行两遍。 涂抹顺序、厚度等要求,与吐轮施工方法相同。 用小锯齿刮板在墙面上画出花形纹理即可。 干燥后收光。 用收光抹刀沿纹理方向压实。 撕网印花工艺。 首先在墙面涂抹打底,整体抹平,厚度约1至1.5毫米。 在墙面完全干燥,不掉粉时,将印花模具靠近墙面。 用塑料刮板取适量泥料,涂抹在模具表面。 连贯刮图,用力均匀,保证印花美观。 完成一个花形后,轻轻移动模具至下一区域。 与上一花形完美拼接,再次刮图泥料。 反复制作即可。 即时贴。 首先在墙面涂抹打底。 整体抹平,厚度约1至1.5毫米。 待墙面干燥后,将即时贴图案粘贴到墙面。 用抹刀或喷枪将第二种颜色的泥料涂在墙体上。 将即时贴完全覆盖。 墙面干燥后,用硬泡沫制作机理花纹。 风格需于整体协调。 机理制作完毕,用抹刀收光。 之后,接掉底层即时贴。 即可完工。 发行和资料。 达优格。 或者是用抹刀大迦。 ới购。 进行关注。 回来。 启关注。 有差点。